你不能够 我这儿出点事 有人在我仓库对面 安摄像头监视我 现在他被我抓着了 谁啊 谁安的摄像头 这人你跟田哥都知道 就是田哥之前说的 那个江湖骗子 叫宁术 这小的嘴可硬了 我怎么问他的都不说 我为什么监视我 要不你跟田哥过来一趟吧 你在哪儿呢 就在我仓库呢 行 我马上过去 我过去之前 什么也别干啊 好 知道了 怎么了 没什么事 公司有点急事 我可能得先走一趟 那你赶紧去吧 行 要不要给你打包点吃的 不用 当我买了啊 喂 财总 你要的我查到了 这个宁术是个本地人 父亲早亡 从小跟他母亲和一个姐姐过日子 他有没有改过名字呀 他爸爸姓什么 这个没查出来 他母亲的名字叫宁慧 曾经在零水的家医院工作吗 宁慧 你这是啥 地址找到了吗 他人现在都住在零水 一会儿地址给你发回去 好 谢谢 还有财总 立心手头几个项目 能和您合作的 我都打过招呼的 他们会跟您联系的 好嘞 有事尽管说话 好 谢谢 comfort 老二 你果然在骗我 你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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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林叔 母亲林辉 现居林水 有一个姐姐在上海工作 林水家庭地址是 清松新村 四十六号楼 三零二十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弟弟还没回来呢 还没呢 他今天跟同学告别 肯定要喝酒 没那么快 给你买了营养品 一定期待按时吃啊 对身体好 吃完我再给你买 好 谢谢啦 怎么白碗都打包了 跟你讲来不及了 咱们点外败吃吧 来来来你快快快 来帮帮帮看看衣服 到底该戴什么 这冬天的衣服就不用戴了吧 不行啊 都是你给我买的 新的一次都没穿过呢 可是去海南也穿不上呀 不行 得戴去 红头应该不知道女朋友的身份 不过这小的 红头能干什么呀 天哥 哥 人在哪里面呢 里面呢 你跟这凝树 这凝树之前有过节吗 没有啊 他就给我一次名片 后来你们盯着我以后 我就再没接触过 结果我这两天搬仓库的时候 我发现 有人在我对面 安了一个摄像头监视我 我一查没想到就是他 我就给他骗来了 那你知道他什么来头吗 我知道啊 田哥之前不说他是监护骗子吗 哥 我怀疑他之前给我名片的时候 盯上我了 走 走 走 哥 叫他 又见面了 走 你先出去吧 以前的事咱就不了了 为什么按摄像头 我该说的已经说过了 我按摄像头 就是为了庞盗 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呢 你怎么还狡辩呀 你一个房产小中介 你租仓库干什么 你今天不说清楚我可报警了啊 你报啊 我就按个摄像头 顶多是民事责任 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我侵犯你隐私啊 你 绑我 打我 把我关在这儿 这非法拘禁你知道吗 这就起来你比我严重 你威胁我 洪东 疯了 你呀不用威胁我弟 这事因你而起 你到了警察那儿 警察要问你为什么按摄像头 这事你就不好解释了 你 放线你在临水 得罪的不是我一个人 现在大家知道你回来了 到你家里闹 心账旧账一起算 这事就不简单了 你什么意思 大家都是成年人 咱们找个地方把事说清楚 有什么名打名都聊 别连累我弟 哥 他跟你还有过节呢 以前的事不提了 今天这事辛苦你了啊 忘了各大门 但这事别跟你姐说 要不就担心 知道 走 哥 怎么了 这事不对呀 你说他是冲我哥去的 可他怎么按摄像头来监视我 这说不通啊 还不明白 他这是碰瓷呢 刚才他说那番话 就是故意要激怒你 你哥说得没错 你把人给打了 人家追究起来的话 你们俩都有责任 这事交给我们俩处理 是在保护你 懂吗 我懂了 这么说 那是我哥救了我吗 拜拜 天哥 哥 这别手下留情啊 就这种人 你就得狠办他 小王 这个房子呢 是旧了一点 但是地段好呀 生活交通都那么便利 价格真的不能再降了 哎呀 姐 你看您这边呢 也是着急出手 而且还要求全款 这 这恐怕不太好卖呀 是这样啊 这个价格呢 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心理底线了 要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先不着急卖了 别呀 姐 您多少再让点 我也好去跟人说嘛 喂 您好 你听我说啊 只要对方能付全款 咱们房价上如果低一点 没有问题 但必须是全款 这是我的底线 好好好 这个您放心 你呀 就赶快去找买家吧 人家要是愿意买的话 咱们就尽快走流程 好嘞 妈 您这样卖房子 是会吃亏的 亏就亏点呗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再说了 你要是不把这个房子买掉 海南怎么买房子 海南买房子钱不够 我可以多垫付一点 也不能这么着急啊 不用 不用 我跟你说 我买这个房子 主要是为了弟弟和可欣 可欣这孩子啊 我是真的喜欢 他身上没有 现在社会上那种 女孩的坏毛病 他能跟着弟弟去海南 这就很难得了 以后 人家家的父母亲 就不太容易见到女儿了 所以 咱们不能亏待他 得对他好一点 我们家条件 还没人家家条件好呢 我们再不拿出个态度来 再没有个保障 行吗 买好房子了 你和霍霍来 有自己家的房子住 多好 行 还是老妈有远见 办事利落大气 能用 现在能来一趟天津野家吗 这边有点事需要你帮助 妈 我一会儿吃完饭出去一趟 我约了一个高中同学 他正好是搞房地产的 我也咨询一下 好 简婚程是不是个男人 他找我姐来干吗 你别着急 不是非得找你姐过来 只是你刚才说的话呀 简婚程不相信 信不信是她的事 事实就是这样 简婚头绑了我 天哥 你别拦着我啊 你别冲我来 你可以走 你现在就可以走 简婚程就在楼下 德尼姐呢 你有事你找她说起来 行了 爹 坐下来啊 听个话 给哥喝口茶 德尼姐来了 把事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来 来 可欣 怎么了 喂 姐姐 宁叔一直不接我电话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他不接电话呀 是啊 他说中午和同学聚会 我给他发信息也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后来还关机了 一下午都没联系上他 那他是不是电话没电了 先别着急 等他回家我赶紧让他联系你 估计他也快了 谢谢姐姐 那你等他回去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吧 好嘞 老田怎么了 是又跟烧烟的事吗 不是老田的事 宁叔在这儿 宁叔在这儿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就在自己仓库 装一个防盗摄像头 有什么问题吗 你觉得这个理由站得住脚吗 他们不信我 你还不信我 你说你要去同学聚会 你却去了仓库 你让我怎么信你 我说话问心无愧 好 那既然问心无愧 就把事情说清楚吗 行 我承认这摄像头不是为了防盗装的 我那时候觉得算计张立心要不够 在解红图仓库对面 装一个摄像头 看看他做了什么违法的交易没有 好多个筹码 以后对付简家 那你拍到什么了 什么都没拍到 后来去了海南 也放下了 没想要报复 就把他所有的资料都删了 都忘记这事了 那你忘了 为什么今天还会去仓库呢 姐 你怎么老问我呀 是他弟弟解红图 冒充什么管理员 给我打电话 把我骗过去 过去以后 什么都没说 也不听我解释 就把我给打了 他们打你了 不仅打了还绑了 伤到没有 死不了 这事是红图做得不对 但是他就是瞎吓唬 没瞎吓唬 解红图 我弟弟不能受刺激 你是知道的 杨阳 红图呢 这事做得是有点过分 让你弟弟说罪了 但是解红图 一知道这事 马上过来救人 想让这事平息 回去我教育红图 其实我们就想弄清楚 宁术 为什么撞这摄像头 什么为什么呀 我该说都说了 就算我偷拍解红图怎么了 你们该绑绑了 该打打了 还要怎么样 首先 宁术是被骗过去的 不是他主动去的仓库 所以我相信他的解释 其次 他已经跟我妈妈 买好了明天回海南的机票 我们在临水的房子 也要被卖掉了 他们根本没有计划 在这儿多待一天 如果你们还不相信的话 我回去 好好检查一下他的电脑 我看看他拍了什么 那些视频都删干净了没有 这样总行了吧 我们走吧 可欣 手机没有充电 刚喝多了 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 行 我知道了 你喝那么多酒肯定不舒服 你就跟姐姐先回去吧 我们晚点再联系 行 好嘞 再给你吹一下吧 再给你吹一下吧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说到底还是不相信我 你又不是没骗过我 如果你没有装那个摄像头 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 你想想如果今天 简红成没有去救你 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简红图如果知道了你是谁 再告诉简明明 那事情就大了 你怎么要帮着简红成说话呢 简明明知道了也怎么样 我跟他拼了 怎么到现在还说这种气话呢 行了 反正那些视频不是没问题吗 那就给他们看嘛 看了大家都安心 看就看了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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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明白了啊 我是好心哪 我是去救人的 我又不是去打人的 怎么就 别想了 睡觉吧 我 我理解他 我是我第一时间没告诉他 宁树被红头给打了 我不是担心他路上着急吗 我是替他考虑 对吧 我在楼下没说 我还没来得及 我理解 我理解他 怕宁树被人欺负 这我都理解 那你是不是理解理解我 我也担心我弟被欺负 这种吃饭吃得好好的 有事有效的 没到半天 白眼给我翻的 都删掉了 你自己看吧 你自己看吧 那儿他亲弟 弟弟挨揍了 当姐的肯定心疼啊 再说了 他能够 答应回去看电脑 说明他心里 还是理解你的想法的 睡觉 你别睡 这是摄像头的文件夹 我回来就直接让宁树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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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他心里还是理解你的想法的 我回来就直接让宁树打开了 这些人都没有了 你看看 宁树说还有一个硬盘 是以前做备份用的 现在也格式化了 你要是不放心 我现在就给你递过来 你看看 要是从这些东西看的话 凌书确实是善了 这凌书这么狡猾 想要在电脑里做点手脚 忙活得紧 挺容易的吧 这都不是重点 你看啊 凌书按摄像头 他是觉得 红图可能会做什么坏事 对吧 嗯 那如果红图没做坏事 那他删不删 他按不按摄像头 还掀不起什么风浪 有道理 那红图能干什么坏事啊 这样 明天正好红图公司清算 我顺头查一下 睡吧 再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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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你 真的吗 想要 知道吗 你 我替我弟给你弟道个歉 也给你道个歉 今天的事是我没处理好 对不起 我今天的态度也不好 我知道你那么做 也是为了两家人好 姐 你咋来了 来看看呗 这是给我包的汤吧 你俩忙 都没时间去我家吃饭了 我只能亲自跑腿呗 姐 跟我忙完这一顿啊 我好好去你那儿 好好吃一顿 来 来 给 好嘞 我看看做的啥 都是你爱吃的 谢谢姐 你哥呢 最近忙什么呢 我哥 我哥最近正跟地方合作 搞什么南部山区机械化建设 我哥说了 农机这方面咱不能扔 你哥刚回临水 就和你联系了对吗 对啊 那他当时有没有接触 临水搞房地产的人呢 不清楚啊 就张立新卖地的时候 他接触过谁呀 要接触 我和我姐夫接触 我们哪知道 那你跟你哥干了之后 他都接触过谁 我哥成天接触的人多了 都是写大老 我记不住 他除了卖农机还干什么呀 那你不知道了 你哥人呢 不知道 你才一万三不值呢 个笨蛋 光知道吃 天天跟在你哥屁股后面 你哥干什么 接触什么人 你都不知道 你是个吃货 笨蛋 不是 姐 你怎么能 这么说我呢 姐 不是 姐 我现在大小姐 就是部门总监了 我之前还挺我哥 抓一丑人呢 什么丑人 没什么 生意上的事 我哥不想让你知道 姐 你别这么看重 我跟你说 行吧 有点复杂 我给你捋一捋 就我这两天搬仓库啊 我发现有一个人 在我的仓库对面 按摄像头来偷拍我 我呢 我就设了个套 给他抓住了 人当巨货 后来我就叫了我哥 结果你猜怎么着 居然是冲着我哥去的 重点啊 他想利用我 他想利用我 来碰我哥的词 但是你放心 姐 我哥都给摆平了 这人叫什么名字 宁树 二水 你哥把宁树带走就完了 为什么不报警呢 不能报警啊 姐 这事怪我 我一开始啊 不知道他是来碰瓷的 我就动手打他了 这要一报警 我也得受罚 幸亏我哥来得及时 摆到戳穿 把我给救了 要不然 要不然我真有大麻 不够了 蒋红臣就是个骗子 把咱俩都给耍了 什么意思啊 姐 你知道您说是谁吗 小兔崽子 干了坏事还想躲是吧 你谁呀 怎么打人呐 明慧 简明 明慧 在我眼皮子底下 藏了这么多年 我竟然没找到你我 你想干吗 你想做什么 动谁呢 去 你怎么 动手 你 动手 动手 你放下我 你放下我 松球 停 不是 好 快 来 慢启 你干耗了 来 你干耗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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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了 我放进他 别动 手滚铅下这 走开 我不倒了 我倒不动了 我跟你们大家数了数了 这一家子人干的坏事啊 这家人原本姓崔 二十多年前 他的老公这俩的爸爸 竟然拿刀杀了我爸爸 你放屁 我看你们谁斗我姐 我说到痛楚对吗 我说对了 对不对 你这个小兔崽子 不知道悔改 就这个小兔崽子 竟然伙同的一帮坏人 坑了我们家九千万 你们说我该不该打 该不该骂 你们家真是上梁不正下梁万 有什么样的爹 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还想跑 跑啊 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能找到你们 我找到哪儿 我打到哪儿 咱们试一试 我看你 我看你 有什么样的 我看你 你这个小兔崽子 我看你 在这儿 你会吃的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会吃的 红图一直不接电话 是啊 我跟大眼轮流给他打电话 他都不接 估计睡着呢 臭小子 关键是个掉链子 行了 我找他 你有 没有 情况呢我们也都了解了 这样 你们之前有什么恩怨 那都是过去的事 如果他们违法 你们有证据就起诉 没有证据的话就别提了 今天这件事是你们不对 不管有什么原因 也不能上门骂人 更不能动手 这叫寻衅滋事 好在没有人受伤 好 只要你们认个错 赔个礼道个歉 签了和解书就可以走了 如果不想和解 那就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该处罚处罚 检察同志 是我们错了 我们愿意道歉 姐 那你们呢 愿意和解吗 你们不是还要走呢吗 你们不是还要走呢吗 要我说 这件事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如果下次再发生这种情况 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会给你们做主 对不起 我们错了 请你们原谅 行了 既然双方都达成了和解 那你们在这签个字吧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不然接听 您请稍后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孙燕 信催的我告诉你们 今天这事没完 红头 走 回去吧 妈 您喝点水 这件事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瞒着您 但是以前的事我都已经放下了 是捡红图骗我去仓库 没把这件事情告诉您是我的责任吗 主要是怕您担心 这件事不怪简 我要能早点把她摄像头拆了就没事了 妈累了吧 那我们少说两句 那我先去买点吃的 早点吃完早点休息 你看看明天早上机票 挑一个早一点的改建 谢谢 不用给我改建 我不走了 为什么 简明冰已经放话了 说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 她都不会放过我们 既然躲不了 那我就不躲了 悠悠 明天你会上海 弟弟 你带着可欣飞海南 简明冰要来 就让她来找我 妈 妈 妈 您千万别这么想 等你们去了海南 她不会那么轻易地就找到我们的 对啊 妈 现在离开凌水是最好的选择了 你们不用害怕 她要来 我就报警 现在是法治社会 她不敢拿我怎么样 不是 妈 你这是何必呢 简明冰她就是个疯子 她什么事干不出来 弟弟你知道吗 就因为妈妈我 当年胆小怕事不敢反抗 所以她才会现在越来越放肆 如果唐大年砸了我们家 打伤弟弟你的时候 我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去报警 去抓她 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些事情 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了 我不会再犯第二回 你们不用劝我了 可惜 阿姨 我给你们所有人打电话 你们都不接 我都急死了 我就找过来了 可惜 真的是对不起你 今天让你等了那么久 这事都怪阿姨 我的老毛病又犯了 所以 我们 我们刚从医院回来 没事 妈 我也忘记提醒你 没关系阿姨 反正去海南的航班 有很多趟嘛 我们晚这天走也没事 宁淑 刚才在里面的话我都听见了 阿姨还说要报警抓人什么的 是不是之前你们说的仇人 找上门来了 可心这事你别问了 宁淑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别让我担心行不行 如果你们真的出了什么危险 你让我怎么办 这事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我们已经报警了 他们也已经道歉了 这事就算翻篇了 这家人事没完了是吧 都把你们逼到海南了 他们还想怎么样 你告诉我他们是谁 我找我爸 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们了 可行 这件事呢 我不想你卷进来 也不想你家人卷进来 可是你 别可是了 现在法治社会 他们再嚣张能怎么样 你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能处理好 如果我处理不好 你再帮我 好吧 你饿不饿 不饿 我饿了 陪我吃点东西啊 好嘞 上车 召圣 宁术 这小子是挺阴的 也没少坑咱嘛 说实话 我当时抓着他的时候 我确实想吓他 coordin 的人是他 但是爸当年说过 说那件事咱们也有错 你说宁慧 一女的 已经埋名这么多年 带俩孩子 宁术呢 当年被你打上癫痫 这想想 这日子肯定不好过 那宁术能不恨咱吗 所以我再收拾他 这时候恨上加恨 他早晚得回来 你说冤言相报是吧 所以我就把他弄海南去了 也给他一次放手的机会 两家离得远点 这对我们都好 这次是 这么多年 我就希望咱仨能好好的 好好过 你说你 简介老大 现在是立心集团董事长 那立心集团上上下下 几百口人 等着咱养活呢 咱得对他们负责任 你不能老活在这些鸡飞狗跳里 这是冤结一结不一结 咱不能总活在过去吗 你别把自己标榜得那么冠面堂皇 不就是因为他们家那个骚娘们吗 你胳膊肘往外拐 上大学的时候就被他迷得是五迷三道的 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是我承认我上大学的时候喜欢过他 但我真不知道他是崔毅昊的女儿 我也是今年才知道的 而且他跟我想的一样 不想让两家再这么下去了 他和你想的一样 你这是在帮外人坑自己家人呢 宁术伙同的张立新干的那些好事 你比我清楚 害得我身败名裂欠下巨战 你倒好 跑到财哥那儿把他给救了 然后再把他送到海南去 最后还不追求张立新的责任 你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保护那个小兔崽子吗 你就是检家的叛徒 我有我的考量 你别跟我解释了 你说崔家人惨 他们惨还是我惨呀 当年牺牲的是我不是你 你当然可以说忘就忘了 我忘不了 我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惨 都是他们崔家人害的 我会恨他们一辈子的 他们只要有一个人过得好 我就过不好 我一定要笨他们 你要敢拦着我连你这块儿办 东 veramente 东方 你劝劝姐 大哥 宁叔案摄像头就冲我来的 你为什么骗我 大姐那天我管不着 但我一定搞清楚 宁叔到底派我什么 不然我也跟她没完 好 要不你跟可欣先去海南吧 妈那边我才好好劝劝她 妈不走 我怎么能放心走啊 姐明明你知道咱们是谁了 随时有可能再来家里闹事啊 可是现在这些事情连可欣都知道了 万一姐明明他们再把事情闹大 连累到可欣他们家 那你们还怎么来往 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 我就跟姐家鱼死网破 冷静一点 冷静 我怎么冷静啊 刚开始我想复仇 他们不放过我 现在我想好好过日子 他们依旧不放过我 是 是我错了 我一开始就不应该放过他们 我一开始就不应该放过他们 现在 我有事找你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挺苍白的 但是还是得给你们家道个歉吧 我姐 我姐 我弟做得不对 你不用道歉 这不是你的错 其实来路上我也一直在想 我以为 什么都不说 把这事瞒住就没事了 我还是想简单的 要不还是让你们家人去海南嘛 我会管住我姐我弟 不让他们再添麻烦 我妈决定不走了 如果你姐和你弟再来闹事 我们会选择用法律手段解决 我知道今天让阿姨受委是吧 但是是不是 现在大家在气头上 离远一点比较好啊 我妈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 伤害别人的事情 她为什么就不能正大光明地待在这儿呢 我不是这意思 要不让我姐走 让她去深圳 我派人看着她 你姐都已经放话了 不管我们家人到哪儿 她都不会放过我们 你觉得你现在调开她 能解决问题吗 我总得干点什么吧 就这么刚看着 我知道你夹在中间很难做 该你做的不该你做的你都做了 可是只有咱们两个人想西智宁人 是没有用的 我们再一起努力吧 我觉得会有办法进去 我觉得会有办法进去 我累了 你比我更累 你比我更累 这就是命吧 你还是要跟你姐和你弟说一声 现在是法治社会 不能允许他们这样肆意妄为的 你们是法治 goal 沒人是法治江 你都不是有所谓的 没人是法治给你 这件事是法治导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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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这是何苦呢 你先把门打开咱们好商量行不行 你说过了 你们不走我就不开门 我也不吃不喝 你们看着办吧 妈 东西你多少得吃点啊 行 走不走咱们再商量 你先把门打开行不行 不用劝了 不用劝了 我下定决心 你不会改了 有句话可能你不爱听 我觉着 宁书安摄像头这事 没这么简单 现在我弟就是这件事不放 我也没法跟他解释 所以我只能查一下宏图的公司 到底有没有问题 姐 你劝劝妈呗 姐 你帮我劝劝妈 把门打开行不行 林书 你是真的下定决心要去海南吗 当然了 不是 留在这儿干吗 跟简家干仗吗 那你告诉我实话 你按那个摄像头拍到什么了 不是 姐 什么意思呀 简家人又不依不饶是不是 那是因为简红图的 如果你想让我劝妈 跟你一起去海南 你现在告诉我实话 简家人 现在很可能正在调查这件事情 如果这里面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我希望你现在告诉我 如果让他们先查到 会是什么后果 我想你应该清楚 怎么了 田达 你这三张发票 没有相对应的出库单 自己看看 这一百七十四万的货去哪儿 这个呀 这个我帮朋友忙的 我有朋友开公司 他想充业绩 但是他见像发票少 我就支持他翻张 就是这张张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很早就跟我说了 但是他上个月不忙嘛 也就是上个月我给他开的 简红图 你已经犯法了你知道吗 这三张发票没有相对应的出库单 也就是需开增值税发票 你这样做等于从国库立网出偷钱 你这样做是相当恶劣的 不是 哥 没事 我这用一下我再放回就不行了嘛 而且我跟朋友都商量好了 等他这个月报完了税以后 我呢就开红字发票 退货 退发票 到时候他的业绩也上去了 我公司也看不出问题 两头都没毛病啊 咋了 你怎么能利用可心 干这种事情呢 姐 我承认 一开始我确实利用了他 但后来跟他交往我就放弃了 你之所以在田哥家没有说实话 是把检红图知道以后 去跟可心说这个事情的真相 这个事我必须亲自告诉他 但是我又开不了口 这已经不是你们俩之间感情的问题了 这是犯罪 可心跟检红图都有可能去坐牢 但你知道吗 不是 视频我删了 我又不会去举报他们 只要他们开除红字发票 这一切就过去了 没事了 这事儿过得去吗 您说 这件事情在法律上是过不去的 你现在马上去找可心 向他坦白 我去找检家 告诉他们实情 你必须把这件事情都承担起来 怎么承担 一起去收入机关自首 把你怎么给可心出的主意 去设计检红图的前因后果 来龙去脉 全部讲清楚 看看能不能可以尽量帮他们 减少一点责任 至于你这边的行为 是不是会构成教唆犯罪 该怎么认定就怎么认定了 我怎么样都无所谓 但我不敢去见可心 把他离开我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没有退路了 您说 你做错了事 不能一错再错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去找可心 向他坦诚交代 梁光孟 祥如 你是不是傻 哥 我不是就是想着帮朋友忙吗 是我发小 而且人家一个姑娘 为了向他爸爸证明自己 已经够不容易的了 我想着能帮一把就一把 而且他都想要怎么应对了 他让你这么干呢 是啊 他傻你也傻吧 你这是虚开宗旨坠发票 他那是偷税漏税 你以为红色发票那么容易开吗 那需要税务局观层层审核 如果有人在你那个朋友 报税之后 退货之前举报你 你俩就完蛋了 不是 哥 你别生气 你消消气 这 我这朋友我之前都问了 他 他朋友我之前都是这么开的 都没什么事 而且你放心 哥 这事啊 就我们俩人知道 绝对不会让第三人知道的 就你们俩知道 是啊 就你们俩知道 宁树为什么要按摄像头 天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出货量摄像头 记录得清清楚楚 如果他举报你的话 那么税务局 就会根据你的进出货量 和你的账单一比一比对 到时候你觉得 你们俩能跑得了吗 这不可能啊 这宁树怎么知道 我干这事呢 他不可能在我身边 按插间隙吧 如果他想弄你的话 他什么事干不出来 我现在就找他问清楚去 你给我站他 现在啊 你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 你赶紧给你的朋友打电话 让他把罚票给带过来 这儿里边写 重置 周一 我带你自首去 该认罪认罪 该扶法扶法 不 哥 你什么意思啊 姐之前说你胳膊肘往外拐 一点错都没有 你一开始骗我说 你说这宁树不是冲我来的 新闻他都绊到我头上来了 你不帮我 你反倒害我 你什么意思啊 你到底姓俭姓催啊 如果那个宁树真想办你的话 你昨天上门人家举报你了 人家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要么是你们搞错了 要么人家放弃了 不明白吗 我不明白 他跟咱家有仇你忘了 他能就这么着放弃吗 捡糊涂你能不能冷静点 我 现在卡跟摄像头 都在咱们手里呢 他既然敢给咱们 就不怕被查 关键是您说的电脑 我都看过了 视频确实删掉了 田哥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删掉的视频能长回来 不是 跟我闹不明白 你们俩为什么现在 都站到他那边去了 他现在是害我 你们不应该帮我吗 简红彤 你说点大人话行不行 你长大了 你犯了错误 你就得承担后果 赶紧点电话 我不打 程可欣是我最好的发小 我怎么打这电话呀 我一开始想帮人忙 现在倒好 就因为是宁树 现在搞得我 我连人姑娘一块犯罪了 我怎么办呀 我怎么打这电话呀 你说你那朋友叫什么名 程可欣 怎么了 宁树的女朋友 也是咱们林水的 叫程可欣 我是看明白了 哥 田哥 你们俩都不愿意帮我 老师办 行 这事就是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想办法 咱们都先冷静冷静 田 你把律师叫过来 想想怎么补救 是 而宁树 我帮你再查查他 你还怎么帮我查着呀 你不又害我吧 我是你亲哥 我害过你吗 你可 maar прос quill 林树装摄像头的事情 我搞清楚了 我在老地方等你 咱们见一下当面说吧 怎么了 我出去等 你看着 我出去见一下 律师马上到了 我出去见一下 喂 喂 可欣 你现在有时间吗 有啊 怎么了 要不你出来一趟 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啊 还是见面说吧 一会儿老地方见 嗯 好 喂 宏图 喂 可欣 有个事我想问你一下 你说 什么事啊 有个叫宁树的人 你认识吗 宁树 我男朋友啊 你说什么 她是我男朋友啊 她是你男朋友啊 你认识她 程可欣 你知道 你男朋友干了什么吗 我找宁树聊了 我找宁树聊了 她按那个摄像头 是为了拍简红图 进出货的视频 当时她利用了她的一个朋友 骗她需开了增值税的发票 等她拿到那些视频 原本计划 是要去举报的 你弟弟的那个朋友 就是宁树现在的女朋友 你弟弟的那个朋友 就是宁树现在的女朋友 程可欣 对不起 做了这件事 宁树她自己也很后悔 后来为了程可欣 她是真的放弃了 她已经把所有的监控视频 都删掉了 也保证了 绝对不会去举报 也在想 怎么样能够尽最大的努力去弥补 怎么弥补啊 林树会去税务局 坦白这件事情 都是因为她引起的 所有的责任 都由她来承担 所有经济上的损失 我们都会负责 我们也会去找简红图 当面向她道歉 如果你姐知道这件事 你们想怎么处置 我们都认 或者 我想办法争取 能开出红字发票 度过这一关 您也是干财务的 税务上出了事 有多严重你知道 咱不能执法犯法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我带红图去自首 就祈求执罚款不判刑吧 别的也没什么办法 你就别搅和了 为什么呀 你说宁术为什么 非得冲着红图来呀 当年发生那件事的时候 红图还小 他是最无辜的 你要说冲着我来 冲着我捡来 我都能接受 为什么冲着红图来呀 对不起 我们俩够努力了 该劝劝 该强硬强硬 可是为什么他们 就过不去呢 上一代人的仇恨 非得让我们来还 我们还成这样还不够吗 真的 您要我有点不会了 不会了 也许你说得对 我们都太累了 我自以为什么都能搞定 可是到头来 什么都没搞定 大家都认命吧 可能咱们也没那么痛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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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欣 抱歉啊 怎么了 可欣 别碰我 怎么回事 解红图给我打电话了 他全告诉我 你是不是在利用我 不是 可欣 你听我解释 我问你是不是在利用我 是 是 我承认我一开始是在利用你 但那都是减加逼的呀 但是后来我真的放弃了 放下了 因为我喜欢你 我爱你 爱我 怎么爱啊 教唆我犯罪是吗 利用我复仇对吗 明术 明术 你藏得太好了 跟你比起来我太幼稚了 我像个傻子一样相信你 没想到 我就是你的一颗棋子 可欣 你给我点时间 我去税务局解释 这事是我唆使的 都是我做的 要抓抓我 要怪怪我 我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别放手 我用不着你弥补 是我瞎了眼喜欢上你 是我既然追着你去海南 是我圣母心泛滥 想让你忘掉仇恨 我谁也怨不着 只能怨我自己出毁 对不起啊 可欣 谢谢你啊 宁总 谢谢你给我上了 这么宝贵的一课 让我看清了自己 也看清了人心 我犯的错我会承担 明天我就去税务局自首 可欣 松手 这都是我的错 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 我爸知道这件事 不会饶了你的 从今往后 就当我没见过你 就当我没见过你 1 你 别闹我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需不需要我去劝劝他 明叔 你告诉我 怎么了 剑红头逼我先找到可信 他告诉了他所有一切 对 我跟他分手了 彻底完了 也就是说 即便红头主动自首去交罚款 也有可能承担心事责任 是的 这样 先让剑总呢 带红头去室友局自首 咱们再做下一步打算 好 那我就先走了 我呢先把红头公司的这些账单 还有发票都整理好 回头帮我审一审 好 还有什么需要的资料 你随时跟我说 好的 好 今天剑红头给程可信打了电话 明叔和程可信分手了 我看我弟弟现在情绪很不好 一直关在门里不出来 我怕他冲动再去举报 我这边会尽力看着他 你那边也尽快解决你弟弟的事情吧 人家宁术本来没打算告你 你只要自首就能从情处理 你说你这么到 人家告你你怎么办 你别冲着红头喊呀 这事明摆着是宁术下的套 你很上感的把他往牢里送 你还是不是人呀 见了春家人怎么那么怂呢你 我怂是吧 好 来 你告诉我怎么处理 我管你有什么方法呢 你到宁术那儿把资料拿回来 给销毁了 然后帮他把红字开出来 这事不就完了吗 不是让我包庇红头犯罪是吧 你做过生意 你知道虚开增出去发票 这事有多严重 不管有没有人举报 你都得至少啊 才能把这个罪折降到最轻 他是你弟弟 你就这么把他往牢里送 你和宁术有什么区别 不管你怎么想 这事在我这儿过不去 你不管是吗 我管 我把命厅上我都要到宁术那儿 把资料给抢回来 姐 我求求你行不行 我求求你了 姐 你老老实实你在家待着好不好 你要这么闹只会让他罪加一等 来 你跟我走 你干什么 我不去 行 我现在我去公司拿资料 明天一早上你跟我自首去 你要这么闹没人能帮你 我不去 我大姐说的有错吗 你这不就是把崔家人害我的吗 我跟宁术无冤无仇的 他现在这么因为我 你连个屁都不放 我俩谁是你弟啊 我这不就帮你的吗 厉害关系都跟你们说起来 怎么就不明白 我不明白 傻子才去自首呢 你现在就去税务局 让他明天来抓我吧 不去是吧 行 我就在这儿挡 明儿一早你跟我自首去啊 哥 亏我之前那么相信你 我觉得我遇到什么时候 我都能指望你 我现在真看透了 你就是简家叛徒 江红车 他还是个孩子 你就这么逼他吗 等他长大了他就知道我为他好 等他长大了他就知道我为他好 小孩 你怎么会做手 你还能干吗 你怎么办 你怎么会干啊 我 你怎么没干啊 我好 你在哪里 你不在哪里 我好 我好 对不起 可欣 我知道错都在于我 跟你发信息也不是想要辩解 只是想跟你道歉 最初我接近你 确实利用了 你和捷红图的朋友关系 解机报复减价之前对我们的伤害 但是当我们真正开始结束交往以后 你的乐观 善良 感染了我 我才发现自己是那么地狭隘偏激 所以我才决定放弃过去 和你去海南将一切重新开始 人这一生 初定会遇到很多人 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不同的地点 在不同的时间 以不同的感情存在 不幸的是我先遇到了简家人 他们曾经给我带来了痛苦 让我一直念念不忘四季报复 而我很庆幸 在我人生最迷茫的时候 遇见了你 你的温暖融化了我冰冷的心 也让我体会到了很多久违的美好 谢谢你 柯欣 即使你不能原谅我 我也理解 是我害的你 我明早会去税务局 解释清楚这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会好好跟她告别的 对了 这件事先别跟妈说 等这一切结束了 我自己跟她讲 知道 知道 这哪儿啊 手里拿的什么 举报我去啊 拿来 拿来 干什么 还来抢什么 别动啊 坐开 你干什么 你真不要脸啊 你真去举报我就是嘛 你看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 少废话 视频资料呢 藏哪儿了 拿出来啊 要不对你不客气 大眼 搜 警户图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不想坐牢 如果你想减清罪行 你就给我让开 别拦着我 我去税务局是为了说明情况 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陈可欣 我东西给我 不给 你还有脸给我提可欣啊 可欣现在变成这样 都是被你害的 看什么 想打我是吗 来啊 你就不是一个男人 咱两家有仇 你冲我来啊 你欺骗人女孩感情 你恶不恶心啊 你真不愧是崔家人 跟你爸一样阴险 开一开 你别打了 你别打了出人命啦 别打了 你别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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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这是啊